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怕出名猪怕壮 出了名猪要壮的时候就要倒霉 那倒霉的原因跟具体人可能就会有关系 但是在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特别是吴英案这件事情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极具代表性 所以当他被判成死刑之后 网上评论非常多 从法律的角度 从各个角度 大家都有评论 结果今天最高法院出了一个判决的说法 很特别 很值得大家扎门一下 BBC正报 文章题目说 中国最高法院为核准吴英死刑判决 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裁决 不核准地方法院先前做出的 对吴英判处死刑的决定 但是完全肯定了一审和二审的裁决定性 和审判程序 这就非常特别的事 认可下面地方法院的裁决过程 和一切的审判过程都认可 但是又不接受他们对吴英的最后死刑判决 这里头就有味道 文章讲说 20号星期五 最高人民法院经附和认为 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一审判决 二审裁定准确 那审判程序合法 也就是说一切在法律上都是对的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不同意 对吴英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显然是建议改判死刑 缓期执行 那文章后面呢 就介绍了一下他简单的过程了 我自己的感触很深刻 这个时候是为了 为什么这么判吴英 要迎合现在老百姓的心愿 社会的心愿 吴英被判处死刑的时候 在社会层面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很多人以各种方式求情 希望吴英不应该被判成死刑 大家记得 在薄熙来事情出现之后 那作为温家宝 曾经突然高调的在地方提到了有关金融改革的问题 金融改革的问题直接讲说 不能全国的几家银行就把全国的整个金融体系控制了 要鼓励地方融资 鼓励私人融资 这是当时大概描述的情况 第一个 第二个 今天中国的经济出现巨大的问题 欧美市场的衰败 国内的物价的飞涨 老百姓的基本的消费 已经遇到了阻力 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吃喝住都有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 无垠的改判 造成了一个局面 法律上完全是对的 这是最高法院说的 但是我没判他死刑 我否定了地方对他的死刑的判决 那就变成了缓解的 迎合了社会的这种呼吁 缓解社会压力 那这样的判决 就会对很多其他的人 温州的很多商人的融资 浙江地区 江苏地区 也就是长江三角洲地区 包括广东地区 这些比较相对经济 比较活跃的地区 他们有很多生意人 是以类似的 无垠这种融资的方式 来做生意的 这就变成了缓解他们心里的压力 这件事情这样的处理 就是为了迎合社会的问题 而能够这样的处理 他的真正的背后的力量的对比 周永康在政法委系统的控制力 完全丧失了 我自己的感触 法院不会承认说 自己系统内部有矛盾 这是这个体制造成的 但是呢 他会迎合社会层面的需求 迎合社会层面的需求 是因为今天党 遇见了从未有过的困难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